加州从明天起准许美甲店重开 根据新的卫生指引 美甲店都采取了哪些防疫措施呢 梁秋日的报道 在东湾阿拉米达市的Vikis美甲店 员工正在示范清洁和消毒程序 用完的工具 首先会用热水和清洁剂清洗干净 然后放入消毒剂中杀菌 取出擦拭干净后 密封包装好 再放入消毒容器内消毒 其他新的防疫措施还包括 expectations only no walk-ins to limit how many people can come to the salon for customers to pick up the polish they must grab a worker to come grab it for them and also with plastic covers on chairs owners workers must wear face shields, masks after every customer they must remove the gloves and use new gloves 另外 顧客與美甲員之間也會有隔離防護裝置 由於之前州長紐森稱 加州第一宗社區感染個案源自美甲店 因此美甲店原本計劃是接近最後重開的商業 但遭到很多美甲業人士反對 州眾議員邱慶福表示 有很多亞洲移民和難民在美國都是經營美甲店 紐森店有一個最主要的亞洲移民工程 雖然州府提前准許美甲店於明天重開 但是美甲店仍要遵循地方政府重開的規定和指引 例如中半島三馬特爾縣已宣布美甲店明天可以重開 但南灣三塔卡拉縣則仍未公佈重開時間 二時樂臺記者梁秋玉報導 現在在美加各地 都是收聽到三藩市灣區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可以透過KTSF App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看